我们两个没见面好多年了 高兴啊 好开心吧 咱们一起南征北战来着 来来你请坐 刘老师 刘老师你们算是老战友了吧 老战友 老朋友 老哥们 从我没认识得到马老师以前 我是先听到他的歌声 你中音这个声部啊 在我们国家是非常的珍贵的 非常的稀缺的 非常的珍贵的 得到马老师的声音非常的纯正 就是那种草原的天然的 那种迷人的 迷人 刘老师您说到迷人 我就想知道 当时您听到得到马老师的歌 您知道他以后 您有没有对这个人说 哎呀太欣赏了 太喜欢了 太喜欢了 是这样的呀 是这样的呀 因为我们起码是 二三十年以前的这个 就都互相了解 互相认识 可能会更久吧 我觉得 可能吧 因为我那个时候 得到马老师 还没有生过这个大病 也没有受伤 那是非常活跃的 经常我们一起出去演出 因为我们住得很近 经常接我们的车 是一辆车过来 先接到他 然后接着我 那么走 有时候是往那边走了 就是先接着我 后接上他 经常是一路走 所以聊天比较多 那时候我就记得 有时候他来接我了 早一点下来 就下到车来 再捞下来 快点 特别有东西 特别有着气 非常有着气 因为我是个慢性子 从没这么大岁数就慢 现在当然不慢 也不行 快不动 那时候就得到马比我年轻 又着急 非常的活跃 所以经常是属于敦促我的 有时候从外边要回北京了也是 去机场 去什么 总比我快一点 早一点 老师后边催我 赶紧的 所以那一次他突然听说他生病了 你们老朋友 一开始我是怎么也不相信 怎么也不相信 后来人家给我介绍了现场的情况 那时候我们在国内听到这个消息 那还没回来 后来在日本住治疗的一个短的事情 然后再回来 回来以后到家里边去看看 刚才唱歌您听到了吗 听见了 非常的感动 那个歌声 依旧 依旧 那么感人 那么迷人 仍然是这样 刘老师 您当年跟德德玛老师 您俩有像云飞一样 就同台一块唱歌的时候吗 两个中音是不是 他那个高度不行啊 有 有一次 文化部安排他 还是也中央台安排 让我们俩反串 反串了 让我唱那个 老师的那个 金宿和尚 金宿和尚 我让他唱 美丽 你肯定我们的家 那肯定也好 那现场效果肯定好 不好 到台上我一唱 人家就不爱听啊 不爱听啊 但是那样反串 或者他们就特别可爱 但是因为那是个任务嘛 就只好唱吧 应许头皮 对 真是唱不好 我这次见到刘老师 我觉得比上次状态还好 我其实 我上次采访您都有几年了 真是有几年了 对 有几年了 但我这次觉得您状态还特别好 比上次还好 越老越好 越来越好 您的声音保存的特别好 什么方法能到82岁 您的声音你看还这么通透 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好吧 就是一直在舞台上 没有断了演出 对 我想问一下刘老师 您跟德德马老师 一块去过那盟演出吗 演出过吗 阿拉善 阿拉善 是你带我们去的 阿拉善 有没有用最高的礼仪 接待您 阿拉善佐吉 有啊 而且我在最高的 那个那个级别的宴会上 我还漏了一切呢 你记得吧 阿拉 阿拉 阿拉善 您去 您是在蒙古包里 人家这个 去之前呢 老德还就跟我说了 我告诉你啊 我知道你稍微能喝点酒 但是你 没酒量 喝不多 既然如此 你到那儿干脆你一滴也别沾 你就死活说你 不能喝酒 从来不喝 从来不喝 我说那人大致不是说 说假话 我说既然能喝一点 就喝 那可不行 你要一喝一点 你就甭想走出来了 最后非抬出来不行 那就没完了 就说那个 蒙古 热情 那个热情啊 那就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要是说我确实不能喝 我从来没喝过 也许人家就放了 人家就理解 不勉强你了 这样子 我这条受益了 那天真的 一滴酒也不喝 就混过去了 第二条 他也告诉我了 他说可能 在桌子上啊 在蒙族里有一个礼节 就是 有一个菜 就是刚载掉的那个绵羊的尾巴 那个绵羊尾巴呢 把那个绵羊的尾巴 切一片 这个包掉 然后并不加温 加工的 就是带着原来的体温 放在一个大托盘里 就托上来了 哎呀 雪白雪白可漂亮了 那么一托就端上来了 然后呢 由这个桌子上 蒙族的最长者 最长者 对 用他的腰刀 蒙古族 把这个羊的尾巴油 一团羊油嘛就是 是吧 把它切一片 然后这一片放倒以后 啪 切一条 对 这一条呢 大概有咱们的筷子 差不多长 比筷子短一点 那么长一条 对 大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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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门子这么臭 对 那么一条 我也吃过 然后 献给你 最尊贵的客人 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对 我说 我说那就吃呗 他说是啊 他说你知道怎么吃 我说那不就 他说你要像吃平常的东西一样 放在嘴里去一嚼一吃 他说我估计你就咽不下去了 对 因为那个油太大了 因为你到嘴里边一嚼一样 就满口的全是油 那你怎么咽下去 他说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有讲究的 第一 不能拿筷子什么的 夹起来就吃 人家献给你 你就双手接 用双手托着它 托出了以后 用嘴先把那个头 那个那条油 去叼住 用嘴唇先叼住 叼住以后 韵好了气 使劲往里头 一吸 让这个油呢 就从口腔经过一下 直接通过食道就下去了 等于这个嘴里边就没尝成那个油味 这么着 他说你就成功了 他说你要不这么吃 我告诉你 你够呛 就这两招 那个真是解决大问题了 结果呢 我以为我很聪明啊 这德老师亲受我 这么个吃法 这么个秘诀 我就觉得怀揣秘密啊 头一次 那么大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气也挺足的 这个 做肺活量检查 是我都能把那个 那大石水里那桶 给它吹到顶 人家大夫都说 我是泉水员的肺活量 我说我有这么大的 气的肺活量 还吸不进哪里 吸一条站 我还进不去 看电了去 到时候左 果然到了桌子上 像德德老师说的一样 一模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情景 最后这这条油 人家就献给我了 我也就照着教我的那个办法 叼住了 心想叼住了 我就该第二步该吸了 一吸 这气啊 没语被俗 结果这条油 吞 进去一半 那一半呢 就留在水里了 好像水裙外边还有一点 就是有 大概二分之一进去了 二分之一在外头 肯定后果是又倒出来了吧 怎么倒啊 我当时是想了 脑子一动 解决的办法 第一 我把他拽出来 是吧 吞进去那鞋 我再一拽 还能拽出来 我一想不行 这一拽 他准断的呢 这招不行 而且那丢人呢 这满桌子的 都是贵宾的 这个人家尊贵的长者 这么 你最高的礼 礼节 这么给你 你给我滴了出来了 我说这个不行 死活不能滴了出来 咽 那个嗓子有点卡着 半车在里头 再想一咽 是咽不下去了 再想继续吞 那是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无奈之下 既要保持咱这点尊严 不能丢这个人 你不会给他嚼着吃了吧 只有这么一条出路 天哪 拿筷子 把这个嘴唇外边 那一点脸不脸不 往嘴里一送 只好嚼了 嚼了 一边嚼啊 就一边往下咽 已经吞进去那点 就顺着嘴里边 这口油 一块就全下去了 那个味道啊 就是那个 你吃 我知道 我吃过 说什么吃羊肉 山味啊什么 你有这个经验之后 那都不在话 太惊烦了 其实也讲的这些啊 都是当年的老故事啊 但是让我们都特别的感动啊 回忆起来 今天德德马老师 我特别感动 因为他一直 现在一直在发着烧 我是这么想的啊 德德马老师啊 这个老朋友来了 我一会儿呢 我请刘老师唱个歌 给咱压轴 好不好 然后呢 让您先休息一下 因为我看您现在脸都红了 好不好 好吧 两位推 咱们请德德马老师休息一下 您给我们唱好歌压轴 好不好 好吧 好嘞 德德马老师 赶紧休息啊 谢谢 谢谢 保重啊